注意 下周末冬令时如约而至 记得调整时间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在前几个月因为能源上涨带来的问题 引发了人们对于取消冬令时的讨论 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意大利并不认为这样的操作方式 可以节省下大量的资金 经济发展部部长贾恩卡洛 乔格蒂对此发表的看法是 这么做等同于朝三暮四 晚上省下的 在早上还是一样会消耗 该用的还是会用 能源总量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所以今年冬天 冬令时的措施还是存在 在10月29日至30日之间的夜晚 我们仍然需要在三点将指针 向前拨动到两点 这么做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多一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今年冬令时措施的消息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混乱 未知的假设在各种媒体上发表 导致了社会接受消息的不明确 接着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有可能在第二天会出现延迟 或者等待的情况 甚至欧洲的著名医学杂志 柳叶刀上还有文章向政府发出呼吁 要求将冬令时更改 推迟到11月30日调整 这篇文章伴随着约58000名订阅者的支持和呼声 文章中引用了美国在2007年经历的措施 当时美国冬令时的生效时间被推迟了四周 被记录下了明显的节能效果 但是这些消息都是建议和假设 街友们不要当真 与往常一样连接到互联网的电子设备时间会自动调整 但是闹钟 时钟和报警器设备需要手动调整 街友们不要忘记更改